大家好,我是KK Trader 我是股票投资者,不是金融分析师 我在这里只是分享我对股票的看法 股市有风险,投资要谨慎 大家好,今天是12月21日,星期三 2022年,好久没有和大家上视频了 觉得没有多少人看,所以我没有什么动力的 但是呢,今天呢,和大家再分享一下这些信息什么的 我呢,还有一件事和大家想分享就是呢 我看了一段视频,在油管上是马斯克被采访 说他的电动车就是九天前的事 所以呢,通过他的采访 对他的采访 我觉得,为什么特斯拉在跌 所以我想慢慢的和大家再分享一些事 好,今天先看一下,简单浏览一下这些题目 来看一下市场上有些什么样的消息 还有这些,这个,一些主要的部门,一些发生的事情 哇,今日华尔街摩根斯丹利的卡伦索市场对美联储加息 是错误的 市场回顾 在消息者数据的推动下 股市上涨 今天我觉得应该上涨,因为 已经跌了四天了 所以呢,市场会要回调一点点 但是回调的力度不是很大 你看标普啊 这个,纳斯达克呀 道琼斯指数啊什么的 北京都地开放食堂 唐食 海底捞预计未来两周 三眼消费 持续回暖 不太注意中国的事 2022年抛售后 2023年股市 会反弹吗? 历史对连续失去岁月的看法 历史表明 股市连续几年的亏损是罕见的 但分析师警告称 2022年股市的跌幅之大 没有迹象表明 美联储准备出手相救 这意味着投资者应该小心 这句话说的好啊 我觉得有点够强 呃,连绵不断的跌 但是世界的局势也不是特别的稳定 因为国务战争还在进行 木头姐姐 遭华尔街大老婆 轰移为力挺创新投资里面 美光预计二三年后 其机密会反弹 但这是裁员百分之十 并削减资本支出 对,还有为什么 股市还要跌 因为好多大公司都在裁员 好几千好几千人的财 所以也给市场经济造成压力 所以说股市是否能继续涨 人们都没有钱了 还会超股吗 买推特导致特斯拉下跌 马斯克不懂你 宏观环境有货 我同意宏观环境 还有 今天我们说的 主要是我昨天看了一段视频 特斯拉 是有记者对他进行采访说 特斯拉 您怎么看 大家都说特斯拉 价钱比较贵 怎么怎么着 所以我觉得 马斯克 一他要挽救推特 他一定要用资金 一定要有这些 这个经济的基础 对吧 然后呢 他说的 特斯拉大家都嫌股票太贵 而且我在一个股票的一个群里头 我曾经说过 特斯拉到50 我没准会买 但是我最近又在看 因为理想啊 你说那些 这些中国的电动车们 他们的股价在下跌 我觉得特斯拉的股价 应该和他们 如果要高的话 会高出一点点 不至于高成 好几百倍吧 所以这是我的观点啊 所以说 有人说 有人说到150 特斯拉到150 特斯拉到150 能够支撑住 没有支撑住 我就说到50块钱 我没准会尝试一下买点 但是我从来没有买过特斯拉 我觉得股票太贵 另外特斯拉是一种新型的电动车 它的续航不是很好 有很多人坚决不买特斯拉 不买电动车 因为到一个地方如果没有电了 这车没法开了 如果充电 又得充个半个多小时 谁愿意在路上等半个小时呢 充了十来分钟 几分钟 这个加油的话 又上路走了 所以说 这种续航的事 这种新型产品 我还是不敢买特斯拉的车 OK 2023年 会是全球经济好年一份吗 投资者和首席执行官 在前景上存在分歧 2023年没有衰退 没有降息 高盛首席经济学家 有招聘冻结和裁员计划的报道后 特斯拉股票有望 打破连跌记录 看见了吗 再有招聘冻结 招聘冻结和裁员计划的报道后 特斯拉股票有望打破连跌的记录 OK 新研究称直到VIX这么说 熊市才会结束 新闻基金 新闻基金 今日全球市场热门新闻 新闻都涨了 都涨了百分之一点几 特斯拉空头今年 有150亿美元的涨幅 尼龙马斯克说 当他发现一个愚蠢道 可以接受这份工作的人 时他将持续Twitter 收集资金官 的指数 今年的盘前 股票走势 R.A.D. O.K.E. F.D.S. H.T.Z. 等 今天有这些 Stuff 比较 拼断 特斯拉股票暴跌 伊隆马斯克 指责利率上升 而不是推测 Whatever he says OK 马斯克 现在在Twitter上说什么 他都有完全的操控 所以他说什么 是真是假自己做辩别 现在他有说话的权利了 他可以在Twitter上 说也没有人会 怎么说 他管 所以 会不会删掉 他是不必担心的 他所以随便发言 终生来临之前 联邦快递报告需求疲软 这对经济来说是个坏兆头 期权市场统计 看看耐克最近的不寻常 期权活动 瑞士性代表是迈入 沃尔马股票这是不确定 经济中的防御性选择 好 所以 Walmart 他涨了 加德宝 也涨点 Target 塔吉特 他跌了 数字显示Netflix的广告 高层几 部 加 公司 是保持乐观 通货膨胀 似乎在放缓 但美联储并没有降低热度 阿里巴巴 阿里巴巴未来 崛起 奈克 是不是因为足球 是不是因为足球 I don't know 今日华尔街 经济学家认为 2023年美国出现 摔退的可能性 为百分之七十 这个大家啊 听话听音啊 百分之七十的 看来明年 确实是要下跌 那么在年底之前 是否上半截之前 还会有一轮涨呢 到现在为止 只有两天的交易日了 那么 大家还是 小心 现在谁都不是神 谁能预测好股票的走势呢 有的人持长期持有 被套就被套 反正呢 大家做好自己的 自己擅长哪一部分 就自己做好自己的 这些决策 是吧 本周美国各地将出现 严酷的冬季天气 看看这些股票 哇 成长型投资者终于 以凯西伍德断绝关系了吗 随着 旗舰基金 触及五年地点 方舟创新 流 消失了 市场恢复日本 央行 出人意料的调整后 到 穷市指数小幅走高 由于包裹出货量 再次下降 联邦快递的收益下降 由于收益和销售破坏了 预期耐克股价上涨了 12%以上 随着股票跌至历史上最差的月份 季度和年份特斯拉现在的市值低于 埃克森美孚 美国整体通胀降温 似乎以美联储加息没关系 新闻极仅近日全球市场 热门新闻 在阿凡提续集令人失望之后 迪士尼股票将迎来1970年来以来 最差的一年 迪士尼已经降到86了 他曾经118 我还曾经138 我还曾经想入了 但是不能入了 看来 这支撑店已经触及 触及支撑点 OK 所以说 快过节了 是否会有一轮新的 展示大家拭目以待 这一个 触及这个底 似乎再走向这个底 OK 然后这个底如果 再向这个底走 迪士尼已经是怎么样了 好我们再回来继续看 特斯拉不是马斯克的 是马尔木 银行的政策转变中 火上 期权市场统计 12月20日 日本央行出人意料的 调整后股 股票期货动摇 美头 研机构 Farmers 2023年选股票 名单出入 沃尔玛 优步 再列 沃尔玛 比较不够145 它到138我也没有进 145 优步 奥克莱 奥莱利 世界摔跤娱乐 OK 华尔街 华尔街平 日本央行 转向 日元拐点 一致 瑞信大面积覆盖 零售 股 看涨 沃尔玛 百思 百思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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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斯拉 柏林和奥斯汀工厂 达周产量 3000辆里程碑 但媒体称 比元计划时间晚了两个月 欧盟达成天然气限价协议 亚洲LNG进口上 松了口气 通过膨胀有害 人为的衰退会更糟 YES 现在是否是认为的 因为有战争 OK 终生来临之前 Elon Musk的Twitter民意调查显示 用户希望他辞去首席执行官职务 哇 工业股标升他们快要跌跌撞撞了 耐克的收益是所有零售业成败的时刻 这是20号的热门研究KKR 对2023年的投资更有胆量 今天就说到这儿 好吗 那我们再来去看一下 打盘的情况 看一下图 OK Amazon86 它呢 也从 再次探低 OK 而且冲过了前一个低点 86 现在是84 昨天 今天小阳线 但是如果穿过了这个 因这个这个低点 这个支撑线 是否这是假突破 然后去上了 够强 看消息来看 明年继续熊市 所以我们再来看一下 到熊市的指数 今天第二根羊线 那么标普 羊线 QQQQ 羊线 所以是否 这个是啊 好大家看啊 这个是 这个最高点 然后这个呢 冲过了这个支撑线 所以继续向下冲的力量 好像量比较大 对不对 因为这个是三次冲顶没冲上 下来了 而且 下了几根银线 一二三四五根 银线连续下跌 这个支撑住 这个支撑点 没支撑住 这个支撑点 这个支撑点 然后支撑住了 回去了 但是 是否能够充足 这个支撑点呢 这个支撑点 已经击破 OK 这个支撑点 所以继续向下走的 方向 比较 比较这个 面比较大 然后这支呢 是ETF 黄金 Mining 我一直在关注 它还遥遥领先 我希望它继续下一下 跌破这个点 啊 因为 我没有买到手 但是呢 它在这 呃 跌的不是很狠 像这个 刀子 那子 和这个标普 对吧 它还在这个 这个支撑站 没有 没有跌下来 所以 是否 继续有 上涨的 空间 给大家 十米带 这个是贼楼 房地产市场 不景气 它也受 这 这个 这个呢 倒过三块七 这也是个能源股啊 清洁能源 它呢 被这个 拉 拉底 而且突破前提 是否 继续抵 但这支 庄甲 绝对 它有庄甲 所以要继续关注 这是真正的 突破 假突破 我曾经被它调理过 在低点被买进 然后 充高 看见这些 都是装 就有装 的行为 OK 这都是有装的行为 OK 在这买了 在这 几倍的 价钱出去 就四块 Right 三四十二 将近三倍 啊 将近三倍 有些股票 是要观察的朋友 人有多大胆 比有多大胆 人有多大胆 是否 能多赚大钱 这个都是只有自己 要学习 OK 要多就学习 啊 那么再看一下 特斯拉 这个 我曾经 借我的 money账号 六十一块钱 借来的 然后它借在上面 因为你知道 佩洛西去台湾 不是 不是 凭空想象的 OK 它一定会在这里头 做一项事 而且这个 啊 台积电已经在 美国已经开成了 厂已经在德州 已经开了 所以它这个 是不是利好 然后呢 它从这个地点 已经 上去了 这个上去 是否能够 冲破这个支撑位 OK 这个支撑位 是否能击破 如果击破 就击死 但是我觉得 有点够呛 你知道吗 这个明年的事 我觉得有点够呛 嗯 Banker America 32块钱又回来了 曾经到 我买过30块钱 那4年前的12块 所以呢 是否会巡视 大家继续观察 特斯拉是一路狂跌 我也曾经说50块钱 我也不一定买 我这次 昨天在一个群里说的 说特斯拉 能到50 我说50块钱 也许我买 现在我就说 特斯拉50 我也不一定买 看见它的RSI 已经走得很低了 朋友们啊 这是RSI的鞋 这是AMD MACD的鞋 OK 朋友们 它这个特斯拉 已经熊得很厉害了 在这儿 如果没有头顶的话 在这儿还没有头 在这儿还没有头 朋友们 被牢牢的 被特斯拉给套住了 这儿是不是低点 是否还 这个低点已经在这儿来 然后已经拉下来了 啊 这个呢 RSI在这儿 在这儿 OK 这个RSI在这儿 它已经拉得更低了 朋友们 所以不要有关系 从来不敢动特斯拉 涨得快 跌得也梦 OK 好了 今天就说到这儿 希望大家 度过一个美好的 圣诞节 圣诞节 有出行的 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 那么 Happy Holidays Good night Bye 今天就说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观看 希望点赞 订阅 转发 评论 下次再见